儿童医院仍满为患 却还有家属提着大包小包不断涌入 梅将军肺炎和流干等呼吸道疾病 在中国迅速蔓延 引发国际关注 当局却对内对外都比重就轻 不仅如此 中央的说法还疑似遭地方政府打脸 浙江义务市十二月一号 竟然发布一旨《魂粮令》 要每家每户至少储存 十天以上的粮食又被无患 让中国网友惊呼 该不会又要封城 没想到不久后这份倡议书就被下架 一方面不承认疫情升温 一方面掩盖地方声音 中国官员却在记者会上 不小心说溜嘴 这个被称为会走路的肺炎 已经献中欧美多国 让美国佛州参议员卢比欧 带头同党议员致函总统拜登 要求政府祭出美中旅行禁令 对此中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呛 相关主张纯属恶意捏造 中国坚决反对 话虽这么说 医院急爆的场景却说明一切 中国肺炎来势汹汹汹 国际再不施压北京 恐怕又会引爆一波全球大流行 3D新闻网上云报道